Hello,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希哥 我們是H5,講傍晚新聞 今天天氣很辣眼睡 陰陰天 真是陰情不定 之前曬現在的陰,令大家都很沒精神 好,講一些比較醒神的新聞給大家聽 現在疫苗的關係 接連有這些孕婦流產 何柏良是專家出來說話 他估計打針和流產無關 但是呼籲打兩針後 兩個星期後才準備懷孕 這樣說 他呢,我今早都說了 你說無關,叫人不要這麼快有BB住 有關還是無關 就是這樣說,其實這班所謂的專家 他是不可以說有關的 他的職責就是告訴你是無關 就是給大家一些信心 對嗎 沒事,頂點來 你們自己要解碼他的說話 難道他說有關嗎 他說有關是甚麼非 他不是整個中國可能說 喂,為什麼會有關 為什麼你說有關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他說無關 那他沒事 因為他職責的崗位是這麼做 所以我也很體諒 是啊,真的有時候高處不聲寒 他說無關 但是亦呼籲打了兩針後 兩週之後才開始懷孕 不過呢 你這些事總有意外 懷孕也有意外 幾個聽說 Coffee也是 另外一個又說 都不知道自己有了 所以女性如果有這方面的行為 我想都可以 不用怎樣考慮 我這樣說 我叫大家不用考慮 考慮甚麼 我們不可以說得太白 再說 政府又說給你一些誘因 等加速疫苗注射 我看到誘因 我看到了 挺過癮的 接種中心運作至九月底 最遲八月底就好打第一針 如果不然 不能打復必泰 全民打科興 這樣的意思 給我爹拉你 是啊 當然了 這個叫做甚麼 喂 沒有了 趕快去吧 但是你剛剛才爆了大肚婆 這樣的時候 對 他說無關 總之 那個誘因就是 告訴你 喂 這些叫做倒閉 就來清貨大減價 你現在不來掃貨就沒有了 你掃貨 十歲閒頭踩 我會敗家 是啊 但是其實今天 不知道明天試 現在才四月 叫你八月打 八月的時候 會不會研發了一些新的疫苗呢 真的很難說 科技是新月異的 到時候可能不用刺針 噴鼻也不頂 對不對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有新的更新 除了新聞之外 連疫苗也會有 之前就說快點有第二代的疫苗 我希望世界都盡快有 是不是 現在看到很多都 你說不關事 我們看到都很多事 是不是 那再說 印度那邊 就是和和新鮮和和金 之前聽到 阿希哥的華華聲 我都猜不到 剛才有沒有立眼看到多少數字 不准看 猜一下現在印度單日多少 確診 猜 猜不准看 快說 二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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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萬人 染疫 單日 就說他們 鋁創新高 這個新德里 週末 就消禁了 終於不讓你出街了 嘩很誇張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 印度那邊有二十萬零七百三十九鐘 誇不誇誇 那邊就沒什麼 我不知道你怎麼宣傳 你說到這件事有多危險 有多恐怖 但是我昨天 今早見到都是說一宗本地個案 那叫做幾一份之幾 有沒有懂得計數的朋友 希哥告訴我幾一份之一 全香港有多少人 七百五十萬份之一 那些機會率 不是 我照數計 計數 不是的 很危險的 那我不知道 什麼為之危險 什麼為之安全 其實是很難說的 對不對 那我就信數據 其實他們打針的那些 我看他們都是 好像一個數字 要把數字交上去 你不能夠說 沒有啊 你為什麼不打針 為什麼別人那些 聽說打這麼多針 但是別人那些數字 完全是不知道 有多少人 揹 多少人揹 就算這裡有些人揹 他都說不關事的 所以大家自己 各自理 不是怎樣 對不對 沒有得搞的 你們自己想 好 那疫症的差不多 講回一些 關大家的事 我現在發覺 在這個疫症期間 爆發初期 很多人去搶糧食 是不是 原來 很多東西 就是那些 所謂的罐頭 哇 漲價漲得很厲害 是啊 大幅 大幅 大幅升了大概兩成 哇 哇 可以比比特幣更厲害 哈哈 炒五餐肉 可以 又說到餐蛋麵 全部的原材料 價錢都貴了 所以說現在的罐頭是很貴的 看到 股市又升 罐頭又升 那些價錢 好 再說 這件事是挺過癮的 啊 這樣被周到也有 我又不明白 他帶進去的動機是什麼 那他自己呢 就說是拍戲 拍微電影 不記得 收起來 那是什麼事呢 原來就說 一個兼職的港台記者 被捕 原因就是 帶了一些玩具槍 去探訪 警察學校的開放日 那又奇怪些 都很難不拘捕你 他這樣的 那他自己呢 在地鐵站口被人截了 那些警察就說 喂先生 過來看看這個包包 這些如果我不是跟你在一起 我有時候也有機會 我真的還沒進去的 不是 他去完 他去完的了 那他在地鐵站 那有個警察 就是問他 喂你看看這個包包 一打開 哇有兩支曲尺在這裡 真的嚇死人了 有兩支曲尺 一部對港機 那涉嫌 就藏有仿製槍械被捕 但是這些呢 我不知道 會不會告得入 那說真的 你說 這樣叫做仿製槍械被捕 喂你 那你在 玩具街 槍街 即是廣華街 那些人買完之後 袋落袋 那警察搜你 你有那支東西 那你是不是其實犯法 是不是 你明白我講什麼 我明白 那這件事其實是否不能買的 可能你有包裝 那就沒事了 其實那件事買了之後 拆了包裝之後 你不可以帶出去 只可以在家裡玩 那你有很多事情要搞的 你可以去那些 打窩遊戲 室內 那些 CQB 那些 那些東西 其實那支槍就告訴你 如果 不幸運 在一個不正當的時候 被人抓到 你是可以被人告一條 叫做涉嫌藏有 仿製槍械罪 被捕 那這個被捕人 是一個香港之專 設計學院的學生 報稱是香港電台的 兼職記者 就說 剛剛今天 是今天發生的 今天才到警察學校做採訪 而玩具槍早前 他說是拍微電影 就用的 就沒有撿到袋 這個沒有撿袋 我覺得 真的說不通 很重 但是男生真的不撿袋 不撿袋 也不是帶兩支槍出街 很重 又是 不知道 真的 是不是說之後 如果你說 我之後再有拍攝 其實都說得通 但如果你說 之前放在這裡 不撿袋 但兩支曲尺 是啊 那希望他沒事 因為這些 如果這樣也有事 就真的很多也有事 是啊 很多人有這個興趣 當然有啦 你弟弟也有很多 玩槍 他們養很多場 有群組 對 我也有幾支 但如果你說不能帶出街 所以我也會忌諱 那些人經常說 五仔拍多些drama來看 拍什麼拍 怎麼拍 真的沒得拍的 你帶出街 你帶這些出街 你沒得搞 之前我拍是youtube 即是不讓你出盈利 但如果你被警察周到 你會死 這些我馬上被人打 沒得解釋 哪有得解釋 他們是獨自尊的 他們有拍攝的 都不行 都不行 那我youtuber youtuber 你認識你老鼠 認識你是老鼠 好 帶你什麼 那就麻煩 所以說 其實大家自己小心 自從過了社會運動之後 這些東西捉得很嚴 真的很嚴 儘量收拾一下袋 但你不要說兩支曲尺 你沒有收拾袋 即是兩支槍很重 兩支槍 什麼背包特別重 你手抽又沒那麼重 我都希望他沒事的 我相信他是無辜的 你說哪有這麼蠢 帶兩支曲尺 進去警察學校 打死嗎 對不對 我想他也是 對 無心之失 我猜 我猜 好了 有一件事有多過癮 在城牆道山坡發現人頭鞋骨 行山客大驚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 這件事是昨天下午兩點 有三個行山客 繞城牆道後山 去黃大仙原青角附近引水道的時候 發現上次有一個疑似人頭蓋骨 52歲姓吳的行山客大驚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正了解該鞋骨的來源 經過初步調查之後 初步相信是人頭骨 由於附近是墳場 相信事件無可疑 已通知食環署人員檢走 嘩 他講些不講些 這些有故事的 你有看過頭骨嗎 在上山 沒有 你沒有看過嗎 怎麼會無可疑 怎麼會無可疑 但墳場你那副骨 都落了地底 真的 墳場歸墳場 你不會無端端一舊出來 這些東西跑了出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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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通常怎樣呢 如果你說附近有金塔 即是那些 一個崗 那些 你不是說 落了去入土維安那一隻 那你墳場歸墳場 正規的墳場 你怎會 那隻狗挖不到到底 哪有挖到 通常我之前在大埔見過很多人頭骨 很多 那裡叫什麼鬼 我不記得 一個盆地 那裡通地的人骨 真的通地的人骨 我老爸那時候跟我說不用怕 原因就是附近有很多金塔 野狗就 刀爛了金塔 就擔了骨出來玩 拿來借 拿來損 那些頭骨很小 有些應該是老人家的頭骨 你可以肚葬的 可能是子孫幫他 老人家才會肚葬 年輕人就不知道 通常應該是老人家 那時候看到 通地的人頭骨 我們就知道 是野狗丹出來的 希望這件事 附近也可能有金塔 但你說程祥道 黃大仙那邊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說是正統的墳場 就不可能挖出來 警方說沒有可疑 那就沒有可疑 可能他也是完整的 一隻也不會說 那裡無端端多一隻手 如果希哥你看到 有一個人頭骨 你會怎樣呢 在山上 不知道我沒遇過 報警吧 報警 在大埔大里 魚魚 很多 整地都是 要報很多的 什麼都有 手骨都有 整隻手都有 很恐怖 如果你怕這些 就沒有辦法了 是啊 我那時候放狗 上山 也有看到這些 這些東西 不用怕的 搞清楚 可能都是野狗丹出來的 好 再說 在旺角 旺角 那邊 旺角 由尖旺 以為在廟街擺檔的 全部都是老的 原來都不是 25至36歲 搞得好像賣廣告 不過不是 我純粹是讀報紙 他是這樣寫 66歲 聖業的男子 涉嫌管理 賣淫場所被捕 就檢走了 帳簿 避兔 懸畫劑 和毛巾 素王 對 另外 看到旺角的涼茶店 遭到林洪友的地下 有些有職 還沒有人被拘捕 不知道什麼事 就當是刑偉處理 今天香港的新聞 都差不多了 還有我看到一宗新聞 有一份報紙說 香港的鼠患 現在相當嚴重 看到很多老鼠在咪的豬肉 豬殼那些 有沒有看到 哎呀 是不是通常的後巷比較多 是啊 我想深水埗一帶是最嚴重 我見過這麼多個區 這些真的 滅不完 我想人類一個核彈打過來 老鼠都沒死 人都死了 他們的生命肯定被我們頑強 有時候沒辦法 那些居住環境 你家屋乾淨而已 人家旁邊的屋不乾淨走過來都可以 尤其是近街市的 老鼠簡直是無法無天 嘩 真是 我不知道怎樣教人可以預防 我最怕就是老鼠 這些事情真的不能說 對不對 尤其是這些春天繁殖的季節 還會是極多 極多 沒有的 你真的不要以為 他們那些深水埗的地方 才有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17歲做日本餐 做日本餐 我就做太古城 在太古城做日本餐 我見過平身最大的老鼠 就在太古城的廚房見到 美食廣場 你不要以為 那個地段是很貴的 樓就沒有老鼠 任何一個地方都肯定老鼠多個人 這是我的看法 那就要看政府怎麼走去滅鼠 鼠王昏那些會不會出來打鑼打鼓 希望香港早日變成一個 什麼問題都沒有的地方 不過這只是希望 只是搞定政治也要有時間去搞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明天再玩一個 謝謝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出去留言給like 拜拜